前幾天才風塵仆仆參加完歐盟議會 法國總統馬克宏又打算22號訪問黎巴嫩 不過他17號竟然被檢驗出染上新冠肺炎 導致接下來的出訪行程全部取消 而最近曾和馬克宏近距離接觸的 還包括西班牙總理 葡萄牙總理 以及基因夫人畢利基 和法國總理卡斯泰等人 也都要自我隔離 法國民眾得知馬克宏確診也很驚訝 他就像我們一樣 實際上必須不需要把這個病毒取得很軟 人們都在盡頭的病毒 即使馬克宏也好比馬克宏也好比馬克宏也好 放國疫情嚴重 因此除了宵禁外 政府同時關閉了餐廳 酒吧和咖啡廳等公共場所 無奈民眾已經撐不下去 甚至還跑出來抗議 歐盟已經決定從12月27號開始 發送疫苗給27個會員國 因此歐盟各國將在27號以後開始施打 法國已經訂購了高達2億劑的疫苗 希望疫苗開始施打後能夠減緩疫情 記者還會珠 綜合報導 重點新聞不會消失 情緒會更強大